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美国总统前后,为取得竞选胜利,向选民做出了一系列的承诺。 如今,四年已过,随着下周美国大选的到来,标志着一个任期的结束。 而且,由于特朗普特殊的商人背景,自上任以来备受关注。 他当时许多政策上的承诺,都成为各大媒体的新闻头条。 那么今天,我们就在大选到来之际,分为上下两级,来盘点一下特朗普当年的十大承诺都兑现了吗? 承诺一,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部分兑现。 特朗普在上任的第一天就曾多次承诺,要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者的标签。 当时,他还指责这个亚洲强国强奸美国。 中国被指控操纵人民币汇率,以使中国的出口产品比美国商品更具竞争力。 而在2019年8月,美国政府正式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者。 美国财政部将货币操纵定义为,各国故意影响该国货币与美元汇率, 以获得国际贸易中的不公平竞争优势。 但在2020年1月,中国同意不死守美元对人民币1比7的心理关口, 而是故意放手让人民币自由贬值。 美国将中国从汇率操纵国名单中移除, 所以,等于给中国打上了5个月的汇率操纵者标签, 也算部分兑现承诺。 承诺二,退出贸易协议,部分兑现。 竞选时,特朗普称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是灾难, 并警告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将变得更糟, 因此我们将制止它。 他还承诺将纠正对华贸易逆差。 果不其然,特朗普上任不久宣布退出TPP, 但后来他又说,如果有更好的协议, 他将重新考虑加入TPP。 经过长时间的谈判,11月30号, 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 该协定旨在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议, 并于近期生效, 但美国已对加拿大征收屡关税, 而沃泰华则采取报复性关税。 与此同时,美国和中国陷入不断升级的贸易战, 双方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商品互相征收关税。 承诺三, 退出巴黎气候协议, 以兑现。 选举前,作为候选人, 特朗普嘲笑气候变化是中国捏造的恶作剧, 而巴黎气候协议则扼杀了美国的经济增长。 就任后不久, 在2019年10月下旬, 在一群头戴安全帽的人士的簇拥下, 特朗普在匹兹堡的一次能源会议上, 正式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的决定。 退出由近200个国家签署的巴黎协议将需要几年时间, 但这无疑是一个承诺。 美国最早可以正式启动退出巴黎协议的程序日期是11月4号, 即美国大选后的第二天。 承诺四, 轰炸所谓伊斯兰国以兑现。 在2015年11月在爱荷华州的一次演讲中, 特朗普警告说, 他将用粗暴手段将所谓的伊斯兰国炸毁。 结果, 这位总统就任后在阿富汗的一个伊斯兰国堡垒上投下美国军火库中最大的无核炸弹。 他还应将伊斯兰国人员驱逐出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部分地区而受到赞誉。 他称该组织已大败。 去年, 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在美国突击队的突袭中自杀身亡。 承诺五, 减税, 已兑现。 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在竞选时刻备受选民拥护, 当然, 他后来也没让选民们失望。 2017年12月, 共和党的税收计划获得通过, 尽管他的优点备受争议, 但很大程度上兑现了总统的承诺。 他最终将公司税率从35%降低到15%, 而不是承诺的21%。 尽管针对个人的减税政策将到期, 但共和党人表示, 未来的政府会更新此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的富裕阶层有望比穷人受益更多, 并非所有人都感受到降低的税收。 对于一些支持民主党州的城市高收入者, 由于州和地方财产以及所得税减免的上限, 他们的税反而增加。 好了, 以上就是特朗普给予选民们的前五个承诺。 这位总统的表现如何, 大家一看便知。 下期节目, 我们将会和观众朋友们继续盘点, 后五条承诺结局如何。 请大家继续关注。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